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是环绕在太阳和月亮周围的彩色云气 其形式是由于上升的云气中含有雨点或冰点 遇到太阳或月亮的光线而产生折射以及色散作用所致 运的出现通常看成为风雨来临的征兆 如搜寻变间论中有 月韵而风是说月亮四周生韵便是有风的征兆 孟浩然诗也说太须生月韵周子至天风 意思是天上的月亮生韵船夫就知道要刮大风了 韵也指四周模糊的光影或色泽而言 如霞韵 韩语素龙宫摊氏 梦觉灯生韵 消残与送凉 韵也是面颊上所呈现轮状的淡红色 如苏氏海棠诗友 朱唇沾酒 韵生脸 韵又指头昏眼花而言 如运旋 运木 又乘坐交通工具而感到不舒服 就叫做运车 运船 运机等 运又念运 国语注音是运恩运一生运 运就是昏倒了 或是头脑有迷乱的感觉 如运倒 运头运脑 运头转向等等 运也念运 国语注音是运恩运四生运 血运是指皮肤碰伤 但伤处并没有破 只是运血所呈现紫红色的状态而言 血运也是指妇女生产后失血的病民 最后要提醒的是运字有运 运 运 三种读音 而各有其不同的意义 为了帮助记忆 特别举个例子 以供参考 他因血印而时常投运 稍一劳累就会晕倒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百会